每個人心中一定都有那麼一首歌 能讓您輕輕跟著合 能牽動過去的記憶和感動 而赤招樂壇超過30年的滾石音樂 正式經典歌曲無數 但您可曾想過 如果把這些歌曲跟戲劇結合 重新演繹會是什麼樣貌 我們就拿了20首歌 寫20個故事 然後找10位金鐘編劇 10位導演 我們來做一個 沒有人做過的這種戲劇 然後這樣子那個歌的生命 其實藉由戲劇 它可能就可以往下走 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一絕不振台灣的戲劇 能夠因為音樂的這個使命 然後把它帶動起來 籌備一年半耗資7千萬 打造出20集滾石愛情故事 走來知名MV導演馬里中監製 幕後團隊超強大 除了一流的導演編劇外 演員也是一時之選 包括台北電影節以後張融融 搭客友輪一起終結孤單 我想和你分手啊 懂了嗎 分手啊 心情好 心情壞 怎麼敢 怎麼煩 你有的不想 讓我來分擔 金鐘女后楊春麟 與金鐘最佳男配角 吳康仁 愛是折磨人的東西 卻又捨不得這樣放棄 不停揣測妳的心裡 妳是我的好朋友陳麗欣 我是妳的好朋友陳麗欣 妳是我的好朋友張敬業 一首歌我們說 她剛被做出來變成經典 到她第二次變成MV 她第二個聲明產生 那我們這一群人 可以幫她 產生第三次的聲明的時候 那個使命感實在是太強了 抱著強大的使命感 馬一中和滾石團隊 先從1000首滾石歌曲中 挑出300首 接著再經過幾番掙扎討論 留下最後80首給編劇挑選 一位歌手只有一首歌入選 一位編劇只能編兩首歌 才先搶謝妳的方式 我只是沒辦法再繼續愛了 等我再一次深情擁抱妳 誰說我沒有聽過她 當我女朋友好不好 我對妳付出的青春 這麼多年 想念妳的笑 想念妳的外套 想念妳白色襪子 和妳身上的味道 跟妳這種味道來 來寫戀人之間的一種關係 其實是很有畫面的 如果我們包袱那麼大的話 那她就不經不絕對了嘛 那時候我們通常就導演到 來比賽喔 有的人都要覺得壓力好大 所以好像覺得 幹嘛要認真一點 打出不為收視率服務 不拿置入性行銷 這20級單元劇 不為商業而生 盼能負起重現當代的使命 讓經典第九明星 待會兒